十粒宠花 国际巨星JCJ贴心为华晨宇按摩 最近,团宠华晨宇真是被宠你太多 先是汪峰老师为他准备一屋子的零食 接着又是国际巨星JCJ为他按摩 可以说非常享福了 事情是这样的 演唱完毕后的华晨宇无意见透露了自己身体有些疲惫的消息 而一旁的JCJ得知后便主动请应要求帮忙按摩 JCJ为华晨宇按摩 华晨宇感叹好贵的按摩 李维加表情亮了 小编想说 虽然JCJ贵为国际大咖 但也是很平易近人 在上一期的歌手中 大家的反应都迷之不统一 因为真的是迷一般名次 KZ被淘汰了太不可思议了 明明小姐姐唱功家 爆发力强 绿洞强却遗憾地离开了 表示完全没看够啊 还有一位就是彭格尔了 一手芳华却只得了第七名 这个名字是搞笑吗 以彭格尔这样的资历来参加比赛是屈尊了 他是真正的歌唱家 对于歌手的邀请 刚开始他是拒绝的 但无奈还是来了 首先他担心自己的形象问题 觉得不太适合这个华丽的舞台 其次还担心自己不会说话 毕竟他话不多 觉得会不适应 腾格尔其实来到这个充满综艺性的舞台 还是略显尴尬的 尤其和他搭配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合伙人梁田 当腾叔得知霍尊要唱《红颜节》的时候 梁田表示他不是应该唱《卷珠莲》吗 腾叔叔默默回应 是 他可能下次唱 哈哈哈哈 这绝对是尬了啊 不过通过这些小细节也能发现腾叔的另一面 而在上期节目中 当华晨宇和腾叔唱完之后 自称不善言语的腾叔开始夸上花花了 今天你这歌很棒的 我是学作曲的 但是我写不出来 非常的超现代 真的 听到这些夸赞的话 花花也是特别害羞 连忙感谢腾叔 手都很紧张呢 像个认真听老师讲课的孩子 而且 接下来腾叔又开枪了 你的高音有那种空灵的 看到宇宙的那种感觉 太有猜了 哈哈哈哈 听到这句话 哗哗笑得都捂上嘴巴了 梁田死时又捕刀了 再夸他 他都要跪在地上了 花花也表示 我有点想跪了 不过腾格尔老师说的也是很精准 花花的高音真的有种看到宇宙的感觉 虽然腾格尔老师强调自己不会说话 但在专业方向他还是不吝于夸奖的 花花虽然是个九十后 但腾格尔看到了来自少年的力量 能够对后辈这样评价实在是很可爱的了 而且这根本不是不会说话好吗 这明明就是太会说话了 果然 有才华的人都那么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宁与点点栏目 当宁与点栏目 通常都不是发展其他的 不忍悦的 不忍悦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